咖啡贴死 少了小半颗 就在贴死啊 就没有一库啊 就在贴死就没有这一库解的线路了 现在还有一库 但是解不到这个压力就来了啊 简单的还是就是一库啊 一库来解 两库现在是两库 这个 没解到 哎 看有没有自由 自由球还 自由球的话可以往这边调了 自由球 就是犯规之后啊 这个火箭不能打到目标球的 就不能打到绿球的最左侧 和最右侧的薄辫 可能右手能打到 但是这个这边打不到 咖啡啊 然后怎么来这边 不足以啊 这个滴杆不够啊 火箭这个调的不是 不是很到位啊 这个滴杆 小子刚才右手随手那个推红球 出现的问题 这个房子一般 小头这个也是啊 完全没有利用到这个 四颗彩球 真悬啊 力量重一点 掉带了 力量重一点 感谢观看 小子还没有想好 这个要防的话就还是要薄一点 薄一点白球 白球跑往回跑 然后绿球呢去库边 就避开 这个时间差躲开 打绿球薄一点 一定要绿球够薄 然后左侧旋转 只有这个选择的感觉 其他都不太好选 去勾啊 想 现在换的打法去 扎右手旋转 去勾走 这个带出事了啊 这个球是出机会了 火箭的好机会 推进就行 推进 然后走这个边阔 哎呀 不准 看自由球打完 为什么不能打黑球 这 那自由球又不是红球啊 有红球的时候啊 这个一红一踩 你踩 没听说过打一踩 然后再打一踩 踩球只能连接下一个踩球啊 火箭的小先手 这个防 绿球 翻进了 主球 哎呀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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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在半决赛当中啊 小特翻进两个 这么低级的失误啊 我相信很多球 打这种绿球都没问题啊 这小特这个偏了不少啊 你看 这就真偏了不少 这样的话 双方又多了一次 真黑球的可能 速的有点快 停不下来 3 哇 这个架杆 现在清完是延分 两次真黑球 小特是干嘛呢 这是 轻推 绿球中代没进 职业选手 应该没有过吧 没问题 很准啊 加干 小特这个 今天 说心里话 这个低级失误 还真是不少 12 嗯 真黑球 哎 这个一下就想起这个 和新思那盘球了 和新思那盘球是 最后真黑球啊 这个球要这个多少带一点空球啊 这球不进的话 这个 看一下最关键的一颗红球 没有打击 这样的话火箭还有上场的机会 今天的给大家带来的是2018年的观众观 奥沙利文对阵迅哥的决赛 这场比赛可以说是2018年最戏剧性的一场决赛 当时看来人真的是心惊胆战 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场经典的比赛 那么现在这个局面 火箭必须要心态 才能将比赛托尔决胜局 观众观到目前呢 总共举办了九届 火箭可以说是赛事最成功的球员 到目前为止呢 打进过六次决赛 拿到过四次冠军 可以说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个成绩 这一杆走得相当细 现在青台的唯一难点就是右侧库边的虹球 看一下国会怎么去处理 这一杆呢 要给粉球留一个合适的角度去K球 看一下关键的一杆 可惜就差一点点 现在就剩最后一颗红球了 看谁的防守更犀利 我相信他试图的准备 他其实跟这一杆 肯定是没有拆备 罗尔决胜 这一杆多多少少有一点用戏 看下俊哥如何去应对 他解的效果怎么样 这一杆解的太厚了 机会又交到了火箭的手里 这场比赛呢 火箭上半场的状态可以说是相当出色 打出了两杆破百 三杆五十加 六比三结束了上半场 在下半场呢 飞鸣突变 整个动态顺势回升 延伸四级 率先来到赛点 7 9 12 这次比赛的冠军奖金呢是10万英镑 可以说是相当分厚了 俊哥离这个胜利呢就一步之遥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还是没有顶住 和火箭大比赛不能给他一个机会 一旦给到火箭机会 那么对手只能坐在看下喝水